4月21号 海上阅兵进入倒计时 当天前来参加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11国16艘舰艇陆续抵达 其中亮相的多艘明星舰也成功让观众长了一番见识 午后 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抵达码头 该舰隶属俄罗斯海军北方舰队 是俄海军22350型导弹护卫舰的首舰 2018年正式服役 该型舰艇满载排水量4600吨 全速30节 装备导弹垂直发射装置 通用防空导弹垂直发射装置 130毫米舰炮 可搭载一架直升机 进港时 舰上俄罗斯官兵在甲板上整齐列队敬礼 仪式感十足 最新神盾舰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 是这次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明星来宾之一 韩国海军此次来华亮相的明星舰叫京基号 是仁川级导弹护卫舰 标准排水量2300吨 身长114.3米 体宽14米 身体有4米是浸在水里的 最快能游到30节 可搭载一架返潜直升机 此次抵达青岛的文莱海军达鲁塔克瓦号巡逻舰经常参加国际海军演习 也曾在中国露脸 去年10月 该舰曾赴中国战江参加中国东盟海上连演2018演习 并在编队通信演练中担任科目指挥舰 印度海军此次派出两艘军舰来华参加多国海军活动 分别是加尔各达号驱逐舰和沙克提号补给舰 其中加尔各达号是该型导弹驱逐舰的首舰 满载排水量7000吨 最大航速32节 日本两月号驱逐舰也于当天抵达青岛 该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较为新锐的水面作战舰艇 是秋月级多用途驱逐舰的三号舰 满载排水量6800吨 航速30节 这位客人叫穆尔本号 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级导弹护卫舰 吃饱的时候排水量4267吨 身长138.1米 体宽13.7米 身体有4.5米是浸在水里的 能游到29节的速度 此前新加坡海军坚强号护卫舰已于4月19号抵达青岛 是此次多国海军活动中第一艘抵达的外国海军舰艇 该舰为可谓级导弹护卫舰 满载排水量超过3000吨 航速27节 可搭载一架直升机 组织各国海军舰艇海上阅兵 是海军这一国际性军种特有的海上礼仪活动 是世界海军交往交流的一种独特形式 多国舰艇的明星大腕齐聚青岛 让我们共同期待即将到来的海上阅兵